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緣播局》 我今天想不下去之前,1-3 時發現電腦死了 基本上電腦差不多開不了 找 IT 幫我救電腦,花了一點時間 沒什麼時間給大家看,所以我今天簡單一點 蘇福恒指圖給大家說最新的市況是怎樣就好 基本上上星期有跟大家說過 2月7日星期三,這個頂位很重要,16408 升破,市有機會繼續夾上 我那時候這樣說,還是當它上市看待 上個星期說,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未升穿16408之前 其實暫時來說,要高災有些危險 因為暫時當它犯幸福上市看待 要撈都是等它跌到,我忘記跟你說 等它跌到大約15800樓下,才叫大家撈 印象中類似,因為上落市的原則是不要高災 結果市就上個星期一同大家說完之後 真效有跌下去,再跌穿紅色條 不用平均線,但是最低都是跌到1655 跌不到大約15800這些位置 之後又再夾上去 去到星期三,就夾升穿2月14日星期三 16394的頂位 升穿2月7日星期三的16408的頂位 之後就繼續這樣夾上去 先說重點 毫無疑問地 因為香港的股市 現在我自己傾向 已經不是一個反覆上落市 而改成一個震盪性向上的格局 可以嗎? 所以就不要再想起 什麼市有機會跌穿疫情底 我不是這樣想的 我一直以來 從今年年初都這樣說 今年香港股市有機會轉好 我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 我一直以來 如果你看回155點下 我是罵證的底位 那時候我不是說 155點下 罵證的底位 我不是正確的 但跟大家說 14794 我記得 我當時是 叫大家留意 15500點下 單日大跌 超過多少點 出現一個控方式的拋售 我覺得就差不多見底了 我是類似這樣叫大家罵的 今晚的挑戰於22日 才是1日 不合我所有要求 正確的地位 然後市場就負擾直上 令到我覺得市場 有一個轉化點 其中有幾個重點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位置 就是綠色戰爪2月5日 才是1日 那時候 其實A股 是創了很多年 一直拆下去 當中有很多原因 外資減持 舊市措施不及預期 這些都是原因 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是什麼呢 內地的極限性產品 是爆倉 涉及到斬倉潮的情況下 令到A股不斷撐 我自己來說 本房畜生 我完全明白什麼叫斬倉 所以我是知道這個情況 那時候 A股是非理性地拋售的 說真的 但是A股 創了多年新低 我忘記了多少年 創了多年新低 總之 但你見到綠色戰爪那天 香港股市 恆生指數來說 不僅沒有創新低 還要在15,500點下 基本上來說 叫做企穩 那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第一次聞到 就是 香港股市 其實有機會在1月21日 14794點 這個位置 已經見到 那時候不可以說全年低位 但起碼見到短期低位 那時候我已經有這個想法 然後 到第二下 更加明確的釋路 好像我上個禮拜 就有跟大家說 就是說 原本 我自己預計 根據我之前跟大家提及過的 那個pattern 就是說 美國意識後 香港傾向 短期會有一下夾上去 夾完上去之後 通常就會震在一鍋勁的 根據過往來說 那個pattern 但是在 在 內地 在 2月14日 星期三 那時候 發生什麼事呢 那時候 新年後 那時候 2月13日 星期二 藍色戰爪前一天 當晚美股 急拆超過500點 發生什麼事呢 是因為通財數據高的預期 令到減息 預期進一步推遲 當晚美股急拆 2月14日 星期三 香港股市列口低開 正常 美國急拆超過 但它很快就有能力 夾上去 那時候 事後 人們就說 內地在新春假期間 那些 數據量 那些 美團外賣訂單 又大增 澳門旅客又強勁 中國的經濟又似是復蘇 等等這些原因 令到2月14日 星期三 香港股市 不只沒有跟隨美股急拆 相反 列口低開 列口低開 之後 在A股服市之前 低成交的情況下 夾上去 那些人那時候 還未相信香港股市會升 那些人說什麼呢 香港股市成交這麼低 應該都很難持久 沒有的 這些分析大致上 我那時候已經聞到 就是不對勁 綠色戰爪那一刻 A股創新低 港股站得穩 一萬五千五百點 樓下站得穩 第二下 藍色戰爪美股急拆 香港股市又升得到上來 我想說重點 是什麼 無論A股拆 或者美股拆 香港股市似是已經 不太跌得下 所以外面那些人說什麼 香港成交這麼低 怎麼會升西潮 沒有能力持久得到 我那時候已經問到 就是香港股市 其實已經在轉向 那個趨勢向上 那外面 例如你看LOW 財經台有我的文章 我都不斷叫人罵 然後 到上星期 和大家說 密切留意至16408 這個頂位 升川市有機會再繼續夾上 在上星期尾段 再進一步升川這個頂位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 大陸又再進一步去放水 去減息 減LPR 最主要減這個利息 有利於內房 你要明白 大陸來說 最怕其中一個炸彈性問題 是內地的那個債務問題 現在很明顯 你會見到大陸是蓄手 想 解不解決 不知道 但是他們想 去真是解決內房的問題 跟著 港股又藉著這個原因去爆上去 你現在爆上去 升穿了50天之後 A股來說 A股來說 昨天 今天星期日 上個星期五 還在做八年升 八年升 升了八天 A股今天略為有些回套 恆辛指數 黑色的一條升是100天明溫線 升穿了一條100天明溫線 你問我 略為回套 其實很正常 但是勢是轉向好 我再講一點 你看那些人 我有一個紅色串 這是什麼呢 就講的是什麼 十天線 綠色條線是十天線 紅色條線是五十天線 十天線升穿五十天平均線 這樣呢 看到什麼 屬上所謂的黃金交叉 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通常人見到這個黃金交叉 上星期五 再加上星期五是升穿100天平均線 在那時候 看到出現黃金交叉 再加上升穿100天平均線 才叫你高追 死得了 你看看那些人 我一早就叫你罵 現在跟你說 是什麼 衝憬三月頭兩會有利好消息 衝憬今個星期三 香港施政報告有利好樓市的措施 所以香港股市夾上 你不要遲些說 很馬喉炮 你要趕一早就趕 好像我這樣 但是 說了這麼久 現在 我今集 再加上今天 我還未不捉 我剛才說了 那部電腦死了 但是最主要我想說 就是 香港股市的勢 是轉了反覆向上的格局 我覺得 中間有震盪的 但是 首先 你一定要 你要市貸穿15000點的機會率 我覺得真的微乎其微 暫時來說 我會留意著 市有沒有機會 看看 會不會還有機會 跌穿紅色條 50點平均線 現在黑紅色條 50點平均線 大約16,100 如果有機會跌穿的話 我覺得 在50點平均線下 是一個很好 去繼續撈放的機會 但問題來說 現在的市 香港股市相對性 比較強 它還有沒有機會 再跌到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 所以 最好當然是 50點平均線 樓下 尹尾藍 但如果它無法跌倒的話 其實我覺得 市隊的恆生指數來說 去到164 164 164 16400點 樓下 我都會建議 大家去找一些科技版法 去做shopbook 去收集貨物 你要明白 你現在 今年最近幾個月 最多人說 就是叫大家 中國特色股 股票系列 即是一些高息股票等等 有中國背景 你要明白 當香港的股市 如果是反覆上落格局 高息股 當然是正 但是 如果香港股市 真的轉勢向上 那些人 就希望追求一個 更高的回報 在追求更高回報的情況下 那些公式股票 就不吸引 相反 一些beta 很強的 即是 恆生指數相關 是屬高的股票 例如 新經濟板塊 例如 科技板塊 就有利 還有 雖然 美國現在的減息預期 一直在移動後 由以前的3月 移動到5月 移動到6月 但是 你要明白 大方向 今年下半年 是會減息 減息 減息 又是有利於科技板塊 還有 現在 之前的人 每個人在唱3月減息的時候 我就說 那些人太樂觀 現在 當全世界 預期美國加息 那個週期 在退遲的時候 你就要反過來 這樣想 是不是又over 反應這件事 你要去懂得轉 可以嗎 雖然我叫大家 去留科技板塊 但是始終 那些科技板塊 炒到 飛天 最主要是AI概念 而AI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晶片 AI晶片 內地 你知道什麼事 被美國搞 被美國制裁 這些晶片很難運到 來中國那邊 所以 香港也好 大陸也好 你要炒AI這個概念 最重要的 就是晶片 被美國制裁 這些晶片很難運到 最多短炒 很難大升 但是 現在香港這個股市 它最近落後 這樣夾上去這一層 我覺得科技板塊 是可以留意一下 最主要是這樣 今集 最主要想跟你說 重點就是 我相信香港股市 還有力向上 記住密切留意 找我去罵 最好50天命運算下 大約1萬6千1樓下 如果是進取一點點 1、6、4樓下 我覺得已經可以 有足夠現金的情況下 所謂的科技板塊 一直存貨 你說要夾Long Call 追上去 博客市短時間夾 急夾那些 很明顯就看上星期五的定位 16895 如果在揚竹收市聲村 這個16895 又是有機會短暫的一層上去 那時候你又可以去短暫的一層上去 Long Call OK 先說到這裏 我接下來有下個會要開了 再見 拜拜